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HONG KONG JUMP STUDIO Online Channel 我是Sammy 今天介紹什麼主題呢 今天繼續介紹茶茶 上次我介紹茶茶是怎樣鑄造 今天我會介紹茶茶的厚薄 因为不同的厚薄就会影响快茶叉的声音 当然影响茶叉的声音还有很多原因 物料有没有抛光之类都会影响到 我今天主要讲就是厚薄 首先我会讲讲越薄的茶叉打下去反应 就是你碰它发出的声响反应是相对快的 而厚的茶叉越厚的茶叉 你打下去如果很轻力打下去反应是越慢的 假设这样讲我用melod roll茶叉 其实越薄的茶叉越容易很轻声就可以 project出来的就是那些声音 越厚的茶叉反应就相对地越慢了 即是越很势力的时候声音project出来的声音 一定是薄身的茶叉反应比厚身的 第二样东西厚和薄的分别就是 越厚的茶叉同尺寸地计计 越厚的茶叉的声量是会大过薄身的茶叉 如果你是一个重型的鼓手 你要重击茶叉的时候我建议选择 就是选择一些厚身的茶叉 因为声量又要大又有50%厉碎 例如假设很薄或者paper thin的茶叉 你可能有机会真的会打爆 快去茶叉用重力打击的情况下 然后我刚才讲paper thin的讲解就是 茶叉通常都会分为paper thin, thin, medium, medium thin 还有heavy,有些厂不同的厂会用不同的名字 或者叫rock class或者regular之类 去帮助你去选择的 甚至乎譬如土耳其的茶叉 他们很喜欢用多少g呢 直接是磅那份茶叉的重量 因为人手组和机组的分别就是 人手组一定有每一块 即使是同型号和尺寸都会有不同的 它的重量不同的 因为人手组的密度都会有影响 茶叉的声音特质 所以大家要留意 事不宜迟我想讲一下 刚才我讲打击的反应 我试试除了用茶叉去试试给大家看之外 我试试用一些例子讲一讲 这里我有两个组件 这个厚新的夹了很多东西 有些厚新的字 这块准备有些A4薄新的字 大家都知道声音是由空气震动的时候 传播到我们耳朵的嘛 你拍一块茶叉就会动 如果你慢镜拍这些茶叉打 它会真的这样一整天这样炸 这块很厚新的茶叉 打浏的方向很强力 它的震动是 kennedy厚新的 好像较厚厚厚 为什么它没上一块薄小的茶叉也有那么柔软呢 你看看ции浪的越厉害Gorso的 我准备了两块茶茶 我会准备了 我先拿过 不好意思 这块就是Egnatonian的Jazz Collection Hundy Y21寸 另一块又带一层 这一块是Emotion的21寸的Y 但是我custom made了 就是根据我的需要喜好 就custom了 有什么改动呢 就是都讲一下 这块Y原本的Y是打磨了 跟旁边一样 我就改了做这样的款式 后面也会叫做RAW BELL 这个是traditional finish 为何我会选这两块呢 讲一讲 因为我手上没有些heavy 比较厚身的茶茶 因为我自己 譬如crash 我喜欢用些thin的薄的茶茶 我就不喜欢太厚身的 因为我都不是一个重型的鼓手 所以我就会选一些 比较薄的茶茶啦 这个都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啦 好啦 讲回这里啦 Emotion这个series 为何我会选这两块呢 这块是建基于Honey的款式发展出来的型号 而我这块呢 这块呢 比刚才那块呢 是厚身的 我现在用少少力去弯啦 快去查查啦 其实不是很弯的 因为都比较厚身的 那我又拿 我又拿另一块Honey啦 这块呢 这块呢 是油韵性很强力啦 你看弯道的 我不可以过分超大力弯 厚饱也好 真的很薄 好啦 那这块薄 这块厚啦 那这块有少少不同 这个底呢 你看到是这样打磨的 有RAW和Traditional的 梅花间竹打磨 那这个星频呢 会打下去的星频呢 会沉腥过那块的 即是打叮叮声的时候 虽然是唐尺寸 如果有薄过去 好啦 那也都事不宜迟 我怎样做个示范 给大家去理解这个厚薄呢 喏 我不用棍 只是用手 那我就当Cress 即是好像打 譬如打木山菇鸿 想使用一块小的Space 用手打 你不用棍嘛 那我稍后做一次给大家听一下 现在震动得很厉害的 我不知道拍出来看不见 你见到呢 我只是用手拍反应很厉害的 即是它已经可以Cress 可以查到 很厉害的 反应很厉害的 反应很快的 反应很快的 而且你见到呢 是真的可以Cress 你的Y 这块了 看住了 我小小的力了 你见到呢 你见到呢 这个反应呢 其实 比起那块呢 已经不算有Cress 的Y symbol 你看我这么厉害 好似已经是 停停停停停的 这样的声音了 我再试多 刚刚做完我再试一次 好吗 大力一点点 好了 现在呢 我就没有用 一些 弧弧的收音 那些麦克风 去收音 纯粹用电话收音的 相信大家都会听到 一个分别的 好了 我再试一试 我还要用鼓棍呢 打一打 这块薄身的给大家听下 你看到呢 你听到呢 这些声音呢 都可以 保持到叮叮叮 很清楚的 Y声 相对它们 相对比较弱一点 而音长一点 但它绝对是可以Cress 所以打Jazz 是非常之 你叮叮叮叮 还可以做Cress 好了 跟着呢 再试一想再试一会儿 那部分 对 我相信大家 听到明显两块茶茶的厚薄的分别 你可以将刚才的例子应用 crash、splash 基本的概念大致上都会一样 当然你绝对要亲亲试过 或者你上网听不同茶茶的声音分别 这些都需要靠经验 你自己个人喜好 你玩的音乐类型 可以选择你需要的茶茶 好了,今集就先说到这麽多 今次真的要 上次都不记住了 我们一定要多谢Annatonian的赞助 下次再跟大家谈其他题目 下次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